今天开始灵气觉醒特业 千千 你先来 很好 战力八十 下一个 寒刃 不错不错 战力九十五 不愧被誉为寒家百年一遇的天才 下一个 范桐 灵气觉醒 觉醒战力只有四十 连六十的及格线都不到 废物 赶紧下来吧 别耽误大家时间 下一位 张信 等等 我感觉他的体内 还有一股灵气波动 哇尼玛 这是啥情况 战力上升到九十了 还在突破 难道他的战力能突破一百 不好 为了我们B班的地位 一定不能让他成功觉醒 战力一百 我们这个破学院 居然出了个觉醒战力一百 饭桐 你就是我们学院的荣耀 老师 你先离我远点 你小子怎么回事 刚觉醒战力一百 就对老师如此不尊重 这是什么情况 我不是说了 让你离我远一点吗 不会吧 觉醒还在继续 战力一百二了 战力一百五了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超灵觉醒 饭桐 以后我们学院的荣誉就靠你了 喝 这是什么签字 既然初次觉醒战力就能达到两百 不对 分数还在增长 我的天哪 这到底是个什么妖孽 饭桐 院长 你一定要救救饭桐啊 他可是初次觉醒战力五百啊 是我们全校的希望 唉 没得救了 他的体内已经连一点灵气都没有了 即使他醒了 也是个没有灵气的废物罢了 什么情况 身体好痛 哟 我们伟大的超灵天才醒了 嘿嘿 昙花一现的超灵天才 现在还不是成为连一点灵气都没有的废物 啥情况 我的灵气呢 我现在身上连一丝灵气都没了吗 还在惦记你的战力 向我看看 你战力八十的威力 就算是没有灵力 我也不会怕你 对对对 你最牛啦 战力零的小垃圾 住手 你们两个居然对同学动手 去打扫厕所五天 不要啊 老师 十天 大哥 别说了 我们走吧 范童 不要灰心 即使没有了灵力 你也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 老师放心 我不会自暴自弃的 唉 这样老师就放心了 啥情况 我的灵气不是消失了吗 难道是因为刚刚的攻击 重新激发了我的灵气